今天2878人在大陸投了贊成票 2878人?不是全票通过吗? 有一个不肯 是哪个? 不知道,但田北辰否认了 刚刚我们看新闻 NOW正程的post出的 因为田北辰之前说是反对 有没有棄权? 有,有6个棄权 有一个没投票 那田北辰或者棄权呢? 他说是投赞成 我不知道他 我觉得他挺好笑的 他自己也说到条条里有这么大问题 我听见他在电视说 及活动 这几个字就很容易嗨 你不要这么快跳进去 因为我们要给观众理解多一点 就是及活动的概念 你说的是什么呢? 等多些人再说 是吗? 都多了 差不多了 九百多人 那就说吧 哈哈哈哈 不是 不是 你还没说这么正经的东西 反正在等着日草人 你想怎样? 我很想问呢 既然我来到立法会了 我看电视就看到许智峰議員 扔了一些很臭的东西 那我们在画面看不到 聞不到臭味 我想问一下你在现场 是不是? 臭不臭啊? 臭啊? 好臭 好臭 我形容一下 怎样臭法? 你怎样形容呢? 你行什么都行 你自己 有时 去一些农场 聞一些很自然的东西 肥料 OK 那我就不闻到 但是是很震撼的 因为在我 你知道我第一 我是你的舊位 第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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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他在我不是很远的 那我就看着那些物体呢 是在个瓶里滴下来的 但是他怎样 运送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其实我不知道的 我 如果真的这么恶臭呢 照他应该 入门之前 已经周围闻到的 其实我 我是先完全不知情 所以我今天呢 我们和大口吵架 他不让我们有些议员同事 去挂那个牌 就是最佳主席 是的 我知道 那时候我刚刚做完那个规程 我就问他 我说 喂 你说这个反访是不行 那你给个标准 什么是不行 是的 我站起身之后 就到林卓廷 我听着林卓廷说话 看着前面 突然间 大口就 叫许智峰议员 我也不知道什么事 越说时迟那时快 那 许智峰就已经在我旁边出现了 然后很快就出现 他做的事 然后 我就目击着 那些东西 在那个瓶里跌下来 但是 我看的那些画面 那些东西已经在地下了 你看的时候 在地下 我 它是攜帶着在瓶里 然后 那些东西是相对 它是流动性很高的 那 那 就跌了到地毯 然后 我以为它是 运上去主席位 我不知道 我也没有问 因为我看的时候 那些画面也看不到 是的 那 你不要说这些 我觉得你 这个说到够了 有些可能在吃饭 你知道吗 OK 不过 我觉得 我们说正经事之前 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 你知道 今天梁家杰 有 在联灯 有 有关于他的事情 就是在联灯 排了一段时间第一的 就是 刚才 其实我不知道 我今早八点多钟 就上了一个 post 就在我Facebook Page那里 因为呢 我最近两天听到 我们前党友 湯家驊 就在那里讲 那个 港版 《国安法》 那他说的那些 很奇怪 跟我们十八年前 即是 去二十三条关注组 下去 女人街 派七色小策子 那 他当时 实作 就说 这个 没有白纸草案咨询 那些建制派议员 如果这样都通过 因着 有报应之类的 那些说话 我突然间 这两天说 这些事情 其实 不影响香港 那个法治的 那我觉得 是不是离谱一点 有感而发 我见你 你找一张照片出来 是 那张照片就是很经典的 因为那时候 就是 第一次 印了 有三两款 那些 彩虹小策子 因为 你知道是七宗罪 那就是 彩虹颜色 那就是 红丑红绿色 那就是 我写的那张 就是分裂国家 就是黄色的 湯家驊 那就是 紫色的 就是说 这个 国家机密的 那 大家就下去 女人街 就想着 跟多些 香港人接触到 去解画 解怎么破坏法治 影响大家 自由 人权法治 那 真的很凄美 那天 派一派下 就下雨 那 我们 都有人 有傘 不过 你想想 拿着傘 怎么派 我看你好像穿着 雨衣 那我又怎样呢 我们就去附近 那些店铺 就买一些 薄薄的 一些透明的雨衣 那 就套着她的头 那 因为她有个 套的嘛 套着 那 那张照片就在那时候拍的 就是很浪漫 那 那 我其实 我真的 有心想请教一下 Ronnie 就是 如果 你由当年 十八年前 你这样 跟今天 你这样 说 现在 人大 常委 黑商作业 在上面 又没有三毒 程序保障 都说 吞得下的 那我想 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心路历程 那她有没有回覆你啊 暂时没有啊 我想知道 怎样 可以理解她 这个新的 法理逻辑 这些就是什么呢 理解的 要执行 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你 不是啊 我说多个无聊事给大家听 接着我们再说正题 因为今天我才和一些同事说 其实 湯家驊和梁家杰呢 是上过去 达明一派唱歌的 是 苹果呢 就报我那个post的时候 竟然被她找到那张照片 你 你为什么她找到呢 我们自己上去 你Google啊 都可以看到 但是她就是 苹果做即时新闻的时候 就做了的 是 那张就很厉害了 因为达明一派呢 那一年呢 就开演唱会 是 洪管啊 你上过洪管台版没有呢 你威了是不是 我不够你威了 你都没有 是吧 那明哥 就请了我和Ronnie 上去唱一首歌 你还爱我妈 那其实挺难唱的 还有呢 就 你未上过这个洪管台版 你不知道的 我真的不知道 你呢 如果带着那个 ear piece 你才能听到你自己的声 如果不是呢 你是完全听不到 然后那些光呢 就撐住你 你完全是眼前 就是一片的光芒 我当年我没有幸去 听她唱live 但是 还有机会 在那时候 听杰哥唱live 就说她走音了 是啊 因为我听不到啊 因为呢 我刚才没说完 刚才铺垫了 就是因为我那个ear piece 是失了凌 就是不知为什么 拼不住啊 那没有下法啦 那我听不到这些声 就一定会走音的 是 是 OK 我们讲正经的 讲一些你不会走音的东西 跟大家讲 国安法 就是经历了整个礼拜 我相信 有很多朋友 其实已经消化了 但是有些呢 都还是 你知道是有问题 但是其实你归纳不了 究竟问题在哪 所以我们其实帮大家 就想一想 会不会有些容易的方法 给大家掌握 究竟相关的法例 国安法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那我们其实就想了 就是我们就把它变成 归纳三大恶 就是 何谓三大恶呢 其实就是 第一 是大陆立法 香港实施 嗯 那 其实这一件事呢 就是从根本地 改变香港的制度 是啊 就是因为这个法例 尤其是有二十三条 就算它多邪恶都好 它都是一条 香港的法例 但是你就在北京制定这个国安法 直接强加于你身上 那么就 大家如果听到有些声音呢 你就听到就是 现在七点半了 那要是 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呢 就是大楼 立法会大楼 就要八点钟关门 哦 那他们就出访问 就提这些人 哦 即是我要走的了 支持 我照着你 哈哈哈 OK 呃 回来讲回整题 就是其实都想市民明 或者容易点去讲回 给你的蓝丝新职群听 这条法例 因为不是用普通法的思考去立的 那所以呢 就大陆立法 香港实施 就是它第一个恶了 那更何方 就是它浅建了 就是它是越过了基本法 它是不理尊重 不尊重十八条 就这样就等落附件心 就说要你硬食 那所以 这个让大家容易明白 第二恶等你讲 第二恶 当然是定义不清 随时中招 因为 你是不是想三个恶呢 我们点击题之后 逐个再讲深入 我也这样等大家容易明白 那简单说一说 定义不清 容易中招 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呢 其实 你就算18年前 香港 有三毒程序保障的 那个立法过程 都被人找到很多东西 譬如他说 分裂国家 那你要发动战争才行 那原来发动战争呢 是你一帮人 同一个目的 是去制造到动乱 或者暴动呢 已经是叫 这个 发动战争的了 即不是说你要 买战艦啊 飞机啊 大炮那样才行的 那比如这些东西呢 你不知道什么的嘛 那还有现在呢 这个问题是 它 不是好像香港立法那么严谨的嘛 即是用字啊 譬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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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的版本 譬如说 要求活动 那什么活动呢 那什么活动呢 有人在天马公园 搞过 港独 即是集会 我经过来探阳岳桥 那在下面被人拘捕 那我没有参加 這就是定義不清的危險之處 梁家傑說到及活動 我覺得待會我們再花多一點時間 和大家深入了解 因為我們要怎樣提醒呢 讓你看到藍絲親戚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告訴他們問題 第三個惡就是跨境執法自由盡質的問題 過去一個星期大家都聽到很多 就是他會不會派國安機構駐港 其實在香港執法 其實這個問題是更加恐怖的 其實你想想整個如果是一條河 上游 中游 下游 上游固然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就是他們自己立的法 然後施壓在香港擺在你的頭上 中游就是法例本身的定義問題 他們說得很美好的 第一就是為了國家 當然有什麼問題 第二就是不要緊我們都很嚴謹的 但是去到執法的問題 這一部分就是 你派內地的國安人員來香港 哪怕我退一萬步 個個都是很忠誠地 忠於他的執法範圍 他真的是很企理的 但是香港的法例是怎樣 他不知道的 你怎麼可以確保到 你執法過程裡面是尊重人權呢 你怎麼可以確保這些人 他是完全認識也知道 香港的法例對執法人員的基本要求等等 那這些固然是令人擔心的 其實現在有一點我都要特別跟大家講 其實草案裡面他有提到一些防範 他是為了防範的 但是防範這個就很恐怖了 因為防範可以很模糊 防範一樣東西防範於未然 如果防範於未然 你可以等於某些電影這樣說 我一早知道你做什麼 在你未做任何事之前就殺了你 其實這個邏輯這樣推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任何時候做任何事情了 梁家傑 所以這個是很恐怖的 這個就是點一提給大家講 上中下游的一些我們很緊張和關心的事 但是我覺得今天值得特別跟大家 拿這幅圖出來跟大家講 這個就給了credit是有線做的 那就是將今天正式由人大作的那個決定 草案裡面的條文 他是作了幾個修訂 而當初他是加了東西的 那為什麼我們這麼緊張的 特別跟大家講 剛才梁家傑有提過 就是例如 在韓國危害的國家範圍 那個國安範圍那裡 他是將防範制止 懲治嚴重的國家安全的行為 這是之前第一個版本 現在加了和活動 我覺得這個可以請梁家傑再講 其實行為和活動的分別是什麼 其實行為和活動的分別是什麼 我想加和活動三個字 只是兩個理由而已 第一 我想在內地的那個法律的概念 就是一個個人 即是自然人 才可以有行為的 如果你是一個組織 譬如是一個政黨 一個公民社會的一些組織 你強行說他有行為 可能在大陸的那個法律概念裡面 就沒有的 所以他就覺得 那可能我要用來去 去懲治一些政黨的嘛 或者政團的嘛 當然加和活動就安全一點 第二個理由呢 我想就是 在一些 譬如他定性為分裂國家 或者是顛覆政權的活動 無論是遊行啊 集會啊 都好 只要一個人 是有這樣的行為 就算你路過那裏 或者身處其中 但是你沒有參加的 那你都可能會中的嘛 當然他 他的目的當然是要去震懾香港人 所以他越闊 越令到你擔憂 那他就越達到效果 這個其實很容易想像的 譬如你剛剛去完SOGO買東西出來 剛剛有個 這個叫做港獨集會 那剛剛遊行 經過SOGO門口 那你在那裏 跟著 那些速龍就來圍著那裏 去抓人 其實現在根本呢 很不幸 我見到有些留言都說 其實說什麼人權啊 保障其實現在已經沒有了 因為現在的警察根本就在做 我們擔憂的事 而實際上 這個是很不幸的 那個感覺就是 所以梁家記剛才的例子 有點像就是這樣 就是 在我的看法 行為是很specific的 你很針對性的 有一件事 那可以是一個行為 但如果當你說到一個活動 就會闊很多 是的 那也都牽涉到 余剛才講的組織 那所以 其實就算 很多不同的組織 包括我們公民黨 都會是被納入 就是必然是會被納入 相關的那個範疇裏面 那所以這個呢 就是拉闊了 那個 就是 國安的範圍 那這個就是第一點 特別跟大家交代 修訂二呢 就是加入 維護國家安全 那麼 香港特別行政區 本來應該強化執法力了 那它現在就是維護國家安全執法力了 這個呢 不是簡單 純粹是一個 意思表達 我的看法似乎就是 是為你開了一條路 是特別 有一個執法部門 是有一個維護國家安全的 我覺得這樣才會合理 就是 你不記得嗎 袁岳橋 我們 習大大幾年前 他界定過 什麼叫做 國家安全 他說 國家安全 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安全 黨即是國 那所以呢 如果你這樣加下去 就是說 你的香港特區 應該強化 維護中國共產黨安全的 實法力了 那這個當然是 很令人害怕的事情 對啦 那因為我們見過嘛 就是在內地 他怎樣用他的國安法 去懲治一些 好像 什麼譚作人 他說豆腐渣工程 那又顛覆國家的 那你三罪清安奶粉 那又顛覆國家的 是不是 那這些事情呢 就令到你真是很坦的不安 其實更加不要說了劉曉波 劉曉波 就是你不要忘記 王全璋也是 你想一下 就是那個層次 就是由我講地區的問題 譚作人道負責 到劉曉波講全國 只不過是希望推檔他的政治改革 明白憲章 到王全璋 其實就是希望他幫回你 那其實 就是作為一個律師 都會有機會是 踩中他的尾 所以我真的很不明白 為什麼有些人 可以厚顏無恥到 就說 一小撮人 只是影響一小撮人 如果你不顛覆國家 就沒事了 如果你不分裂國家 就沒事了 顛覆政權 才會有 那 就等於那時候送中 你還記得 都這樣說 你現在 是不是真的想著 你會干犯那些 滔天大罪 如果不是 怕什麼送中 都不送到你了 這些 是騙人 騙到 真是 極之是 所以大家只要看看 這個 中國的 國安法在大陸 以前幾十年 是懲治那些什麼人 在什麼情況之下 這些人是被懲治 你就知道這些 兇話千萬不要相信 其實這些有趣的就是 你有沒有留意出來 推廣 或者派定心軟那些人 是什麼 就是同一群人 去年逃犯條例 也是這群人出來的 是 例如 又是梁愛思 是 又是董建華 當然 那些 特區政府那些人 或者現在立法會保安 保安 保皇黨那些人 都是那些人來的 你感覺不到 他們是有改變過 你感覺不到 他們是有學到東西的 不是 比於18年前推廣23條 多了個湯家驊 是吧 是多了些 不過 你大句子上是對的 不過 是 這個差很遠 是 第三個修訂 三個推廣兩個字 就是在第五段 香港特首應當開展 國家安全推廣教育 那我就不知道那個 即是有推廣和沒有推廣 那就是微言大意 這一刻我就沒有這個智慧了 那就是 沒有的 總之 就是要你學 所以在學校裏面 可能就有這個 大型的 會不會 即是推廣呢 就只是 限制了在推廣的層面 即是你推廣完之後 有沒有效果呢 就可以沒有都可以 因為推廣可以不接受 是的 那這個教育 就要把你洗腦 是吧 可能你的公務員 要好像別人那些 西藏 新疆那些 要去考試 過島才可以留在那裡 不是 就清洗了你出去 甚至可能是一個 由推廣教育變成 不如你看一下 這個推廣是黏著前面還是後面 可能是黏著前面的 即是 國家安全推廣 的教育 還是國家安全推廣教育 但anyway 這個梁家傑可能對 即是一個效果上面的其中 總之改了一定不是會益你的 是的 你想一下 如果你十八年前 那個 起碼有一些 壓力 因為你 公開開會 當年我大陸商公主席 都要去參加這個 由葉國謙議員主持的 法律委員會 是吧 都叫做 一板一眼 有了直播 那些這樣的 葉劉那些 在那裡答我的問題 都 都 寫下了的 有逐字記錄的 哇 現在在黑箱操作 肆無忌憚 更加呢 不需要有壓力 是會被人 抽稱 將來呢 你說的那些事情 又法庭又可以參考 他當然是去到盡 所以 改出這些事情 你是 從壞處去想 就沒有死 即是沒有死錯的人 一定是這樣的 怎麼會益你呢 有個朋友 Eric說 問地鐵 拿831 閉路電視片段 都可能犯國安法的 那是呀 為什麼呢 他講得對 因為呢 你什麼叫做 顛覆國家政權呢 不是23條原來的原文 是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那你拿831 錄影帶 當然不會跟中央人民政府有關 跟國務院那些無關 但是跟香港的政權有關 國家政權是包括 香港特區的地方政權的嘛 所以那天 那些記者一問我說 喂 他們打算加這件事下去 這樣啊 改做 就是叫做 顛覆國家政權 而不是保持23條的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喂 杰哥你怎麼想啊 我說這樣啊 當然是你明天出街啊 叫 林鄭下台 隨時騙啊 原文就未必騙的啊 那些 那些 保皇黨那些人 就說你在那裡危言耸停 我危言耸停很多年了 我由18年前 溫水煮蛙 他也有危言耸停的 他 溫水是太過mild 你現在是烈火烤蛙 是 沒有的 這個就是 現在我們看到 國安法那個 比較新一些的改變 希望跟大家講一講 那當然 其實我們也都會 未來的日子 我們都會是 樂區 希望跟大家交代多些的 那明天我們都會 希望可以有個街站 那就會有單張 其實都是可以派到市民手上 讓他們可以掌握 多少少的資訊 那 其實我覺得這樣的 你保皇黨那時候說我們是危言耸停 那你不如搞個辯論 對吧 你夠不夠膽鄭若驊出來 跟我們在那裡辯論一下 你 你邀請湯家驊跟你搞個辯論 我覺得真理越辯越明 如果你們對自己這條國安法這麼有信心 為什麼不來呢 更何況 其實我們公民黨出了信 我們要求林鄭來的 因為你是有責任向公眾交代 但是很明顯我覺得他是不夠膽的 那 那 這些事務呢 當然 我們希望 就是 一有多些 資料 那我們又會定期和大家交代一下 那就 來到差不多了 因為 我都見到 很多朋友 都來看 多謝你們 那 特別和大家說少少就是 多謝 因為 我們公民黨的小額囚款 是 我們 到今天我們是過了100萬的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如果 大家還有興趣 也都歡迎大家 繼續支持我們 當然要 我們的投票目標是250萬的 黨輩 我比較誇張 希望大家可以 繼續支持 多多益善少少無拘 我們會把 相關的 籌款的連結 我們一會兒會等在 這條Live的Caption上 所以歡迎大家一會兒去看 然後 大概是這樣 今天可以講港版國安法 來到這裏 我們 一有些事 我們 定期找一下梁家傑也好 或者其他 都和大家再談多些 那就 大概是這裏 好嗎 好啊 暫時講到這裏 OK 多謝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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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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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5 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